本地感染冠病的12岁级以下孩童过去几个星期呈上升的趋势 卫生部表示这个年龄层的孩童逐渐成为需要住院接受治疗的多数患者 来看记者严济莹的报道 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西威副教授表示 从去年10月1号到今年1月16号 本地有约14,380名12岁级以下的孩童感染冠病 当中四人需要收养或在家护病房接受治疗 占病例的0.03% 目前15名儿童出现多系统严正综合症 这些人员传了一个人员传统医疗的0.03% 或30万人的100,000人 有15孩子在这个群统医疗 发生了一个人员传统医疗传统医疗的 或MIC 这些人员传了一个人员传统医疗 0.1%或100万人的100,000人 甚至更高的那些人员传统医疗 在一些其他之前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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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西威也说 主角富有医院和国立大学医院 开始通报更多患有 冠病合同冠病无关 但出现呼吸道症状的儿童入院 他指出奥密克戎毒株主要影响上呼吸道 而儿童对上呼吸道感染较为敏感 容易出现气喘或呼吸困难 麦西威表示 需入院并患有奥密克戎的儿童增加了 但住院时间不长 也无需入住家户病房 卫生部正同两家医院合作 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儿童床位 在这儿童床位的儿童床位